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绿手指吴中成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绿手指的一个 我的观察跟发现 我的研究 就是那个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2号 昨天是21号 是冬至 那这两天开始气温下降 而且会有雨 那根据气象局的预报说 今年的25号 也就是星期六开始 气温会骤降成 10度以下 台湾10度以下 就算是很冷的天气 那个平地上10度以下 就是相当冷的 高冷地区不算 那就是平地就要降到10度以下 这是很难 很难见到的现象 可是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芒果 这一粒芒果 比鹅蛋还大 也就是它的成果就是这样 这就是成熟的果子 但是这个没有熟 它就已经落果了 也就是现在这个冬至之后 居然芒果 第二季的芒果已经开始 开始成熟了 那这个芒果你现在放在那边 它就会熟 就会发黄 然后变熟 就可以吃 那我今天刚好借着这个芒果来 我来讲一下这个芒果 我在芒果求生繁殖树里面讲过 引起了蛮大的研究的风潮 因为以前在我从小我们见到的芒果顶多就是两个发出两只芽 结果我发现到我这个芒果树里面最多发出了七只芽 一个芒果这就是它的地的方式 也就在树上的杀 这个芝是这样子的 现在它这个瓜熟蒂落 啪掉下来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就是花饿的地方 那这就是一个芒果的一个完整的形状 那将来它在你吃完之后 你的果子 或者你不吃你把它直接埋到也可以 因为这个果肉有的时候可以当做肥料 那它要开始发芽的时候的生长点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它的原来的地的位置 从这边开始发芽 它是双子叶植物 所以它的核里面是两片的 但是因为那个核里面有一个硬的壳 那个硬的壳上有毛 所以我们讲芒果 芒果芒果顾名思义 就是说那个核里面有很多毛 我们小时候把这个芒果的核洗干净之后 吃完之后把它洗干净 用牙刷把那个上面的所有果肉全部刷掉之后 拿到太阳底下一晒之后 就晒成一个白色的之后 再点一个眼睛 就像一个小兔子 这是我们小时候做劳作的时候 的非无利用 那我们以前从小认为说芒果两个字 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果子上面长了芒 这个芒的意思就是茅的意思 就是消芒什么芒 这个光芒的芒 就是长芒的意思 实际上芒果的英文名字就叫做mongo mongo mongo 这是mongo 芒果不是台湾的原生产物 它是进口的 从外国进来之后再移植到台湾的 它是热带跟亚热带 连非洲都有这个东西 亚热带很多地方都有芒果 那台湾那个芒果在台湾生长得非常好 我从我有从小啊 就是有 有季以来哈 我们家就种就很多芒果树 还有桂圆树 那经过我最近 最近十年以内哈 我亲手摘种 亲手观察 我累积的经验 我发现到为什么这么多哈 芒果跟这个桂圆树 因为它们是非常容易生长 非常容易繁殖 基本上你拿100粒这个芒果 芒果树 大概会会会会会长出来 大概九十九十五粒 接下来它会 它会按照不同的时间 它会死亡 所以它的存活率相当之高 我曾经大概有六十几粒啊 芒果现在现在也剩下二十二十五 二十五颗还在长 还在继续观察当中 这二十五颗当中 很多颗都是多胚的 所谓多胚就是一个芒果 它一般来讲 它从这边发出一个芽来 然后这后面这边会长出根来往下长 当这个果肉啊 通通被腐烂了以后 它后面这边会长出根来往下长 然后这芒果就往这上面长 按照这个力学的原理 芒果的根长得多深 这个它的那个茎就会多深 也就是芒果树的这个上面的干有多大 它的根的分布就有多大 否则风来了 它这样吹吹 它会连根拔起 芒果树很难倒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当然改良品种就不在此限 因为它主要是要它的果子 所以有个改良品种就反而不能抗风 那这是一般来讲说 一个芒果就会冒出一个芽来 可是有的时候会冒出两个来 它冒出两个的时候也是在同一个位置 也是在这个位置会冒出两个芽来 这样子冒出来 也就是双胞胎的 可是我这个几年前我开始观察 我发现到不是这样子 它除了这边冒芽之外 这个地方啊 该长根的地方 它也居然冒芽 生长点在这里 但是这个不是生长点的位置 居然也冒出芽来 但是因为你不能把核芽破开来看 到底里面是什么回事 怎么会这边冒芽 结果当你发现到 它除了这边冒芽 这边冒芽以外 其他任何一个位置它都会冒芽 这就像是一个 一只章鱼似的 它在四面八方的角都会长出芽来 这个简直太奇妙了 后来我就在网路上po了一个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芒果 百年的老树可能要死亡了 所以它特化了一个这样子的现象 那po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追踪调查 那我一直在追踪调查 那棵树我还要移到我的农场里面去 去种植好几棵 那后来我发现到 同一棵树有这样的遗传因子 已经可以确定这是显性遗传 也就是我这边有几十棵这样子的树 都是两株以上的 两株都不算树的 三株四株五株六株七株 还没有超过七株的 到八株没有没见到就七株 七株就已经太精彩了 一个核上这么大一个核上面 居然长出来了七根树干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到 因为我这次的这个几乎是天天浇水的时候 我天天在观察 我发现到 这些所谓的多胚的 它会自然死亡 也就是你现在出来七株七个树枝 而且都长叶子 都往上长 而且长得相当长 长到将近快要一尺的那么长度 可是呢你继续在往下观察的时候 它会在这几株里面自动的就有几株 自动就会枯萎 从上面枯萎下来 就是像黑死病一样 上面原来有叶子的叶子枯掉了 然后后来就那个叶子的茎也就慢慢枯 枯到下面 就像你点一个那个鞭炮的那个引信一样 你一点的就烧到这个底下去一样 七株它就会变成六株 五株四株三株 最后会变成两株 就不会再存在有三株的情形产生 也就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芒果树 可能会连里枝嘛 就从根部分就是两株这样长起来 这个是有可能 也就是一个芒果就会有两株 出现两株 但是不会出现三株 而且更奇妙的一点就是 它的核 照理说 它的那个双子叶的那个核 核里面核人应该工程生退了嘛 它已经 已经 已经 那个退化 就是所谓的那个特化成变成根了嘛 变成根了 那个壳子就在 有的时候那个壳子会被这个 这个叶子啊 就是被它的那个芽给顶到 顶到树上面 给顶到一尺多高 然后它才 因为它没有打开 所以它的双子叶没办法展开 但它的茎一直在发展 那这个是要靠人为的手术把那个壳子搬开 让它的叶子接受阳光 然后就会就会继续发展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它的壳子永远在底下 而它的根和它的茎会在那个壳子里面盘来盘去盘来盘去 爬不出来的样子 被困在里面 这时候你也可以用手术的方式 把它的壳子给它搬开 就像那个那个牡蛎一样 把它搬开之后 把它剔除之后 它的那个茎跟它的根就继续发展 正常发展 但是很奇妙就是 它的盒会退化成什么 退化成一根茎 而且原来它是在这个盒的周围长出来的这些芽 它最后会归于一尊 也就是原来是 刚刚讲说有七株的 七株六株五株四株三株两株 最后剩下两株的时候 它仍然不是并排的 它原来是并排的 这几株都是在这个盒的附近 现在那个盒不知道接受什么样的 一个指令 一个一个枯萎 最后剩下那两株 那两株照理说也应该是并排的 可是它不并排 它这个特化之后 它会从那个底部 它会生长出来 离地很浅的地方就开始分岔 也就是原来是两株的 它变成一株 而原来是核的部分 它现在变成一个树干 就最基础的树干 这个观察是非常微妙 如果我现在用动画来表达的话 非常容易表达 也就是这个核的形状一直在变化 它不是腐烂 或者是萎缩 或者怎么样 它都没有 它一直在变形 它的双子叶的核的那两个核人 一直在变形 这个现象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 一个生物现象 它一直在变形 变形成什么 变形成树干 变形成根 这个是我以前 不管是在生物里面 或者在植物学里面 没有发现到有任何的文献 在记载这个东西 而因为它是在核里面 所以我没办法把土拨开来拍照 但是我每天用肉眼来观察 仔细观察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现象 我今天直接用口述的方式来讲 如果各位对这芒果的繁殖 或者对它的生态有兴趣的人 你不妨去做记录 但是如果你没办法用拍照 或者是用矿石摄影术的话 也就是缩石摄影的话 你可以用动画的方式 像3D动画 这个要做对我来讲 一点困难都没有 但是我没花时间去做 我用口述的方式 因为我有做大量的图稿跟照片 那这个就是这个芒果 所谓的多胚的芒果 那我再翻了一下文献上面 讲说芒果就是有多胚的性质 但是不是每一个芒果都有 有些芒果会有 书上明文的就写出来这个 再来就是书上 它也有的新的书上 直接讲说芒果一年两收 可是我记得最清楚 就是民国66年 也就是1977年 我家的芒果第一次 在秋天的时候开花 也就是这一季 现在是2021年的12月22号 昨天才是冬至 冬至过后居然会有芒果出现 这是第二季的芒果 自从民国66年才开始的 凡此种种都是我吴忠臣的观察 跟我的描述 那这个现在芒果在这里 有实际的东西在这里 而且这个我放几天 它就可以就熟了 熟了我就吃掉了 吃掉之后我继续会观察 我会把它栽种到图里面 去看看它的生长的情形 夏季的那一次收成 就是第一季的 跟这个冬季收成的 这个第二季的 它们之间的差异 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做统计 因为冬季的这一次的收成 不会有夏季 夏季是一个旺季 以前只有一季的时候只有夏季 一年一收的只有夏季 而冬季这个是后来 就是民国66年 1977年以后才开始有的 这个也是地球暖化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这个是各种物种在变化当中 如果你不仔细观察你就错过 就是这样 它的变化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 而是它的潜移默化的时候 大家没去发现 那就是要靠你我这样好奇心很重的人 去研究去发掘 然后来报道 以上吴宗成根 绿手指吴宗成根 各位报道就是这个芒果 这是第二季的 今年是2021年的12月22号 昨天是冬至 芒果已经可以采收了 有一些可以采收 但是现在还有花 所以它的那个生长季 因为照理说这种冷天气 对芒果是不利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多饱满 多漂亮的一个芒果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